來到了開箱時間 我們今天來開箱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你知道我們在做義式濃縮咖啡的時候 有一個手法 就是我們在咖啡粉磨好之後 進入到我們的濾杯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根針 去把咖啡粉這樣剝來剝去 剝來剝去 那個動作叫做WDT 咖啡粉在落進這個濾杯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結塊 或者是有分布不均勻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一根針 稍微把它撥一撥撥一撥撥一撥 可以讓那些通道或者是結塊可以消失 那就可以達到更穩定的萃取 我這一陣子收到了一個新的一個器材 它是由GEE這公司所推出的 它提供我們這個布粉器 WDT這個布粉器 那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這個GEE的這個布粉器呢 長得其實跟我的OCD很像 我有一個OCD OCD這個叫做整粉器 整粉器 整完粉之後我們還會填壓 還有一個填壓器 那我這個是同心圓的 給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同心圓跟一般的填壓器有什麼不同 那這個GEE的這個布粉器 它上面有個編號 我覺得這個老闆很用心 它是限量100顆 然後的第8顆 剛好好像是我們8週年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應該是這樣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結構長得非常有趣 它是 我們剛剛講的嘛 WDT是用一根針 這邊撥來撥去撥來撥去 但是你有可能那個針 沒有徹底的畫過每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GEE它推出這個布粉器 它總共有1 2 3 4 5 6 7 8 9 有9根針 加上了齒輪 像這樣子的行星齒輪 那我們在轉動這個手把的時候 裡面的針 它就會又公轉又自轉 就達成這個非常完整的WDT 我們來做兩把咖啡 做成兩杯美式 然後熱美式 然後讓我們同事們 大家一起來喝喝看盲測 看看哪一杯比較好喝 那我會做兩壺 連續做兩壺 第一壺我會先用我們平常正常的做法 抹粉 然後用OCD 整粉 整完粉之後再做填壓 那第二把呢 我會用布粉器 布完粉之後整粉 再填壓 多一個步驟就對了 7.7 那為求公平起見 我們兩杯的粉量會用一模一樣 OCD 而且OCD非常方便 它就幫你把粉整平 然後再來填壓 那我們萃取的量呢 也一樣 我們會過襯 萃取30CC 好 這個倒進第一壺 先蓋起來 那我們直接接著做 那第二把呢 我們就會用 這個 G11的護粉器 轉轉轉 那裡面的九根針 就開始在粉裡面 對 充分的攪拌 好了之後就 拿起來 過OCD 再填壓 好 那我們一樣 脆30CC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喔 我用的是無底手把 那所以從 其實從 濾杯的底部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萃取的狀態 其實有用 這個布粉器啊 跟沒有用布粉器 那個萃取的狀態 是真的是有差異 那我們現在兩杯濃縮都完成了 其實時間差距非常短 分別把它 製作成 熱美式 好 完成 我們咖啡師們 來盲測看看 那我準備了兩個牌子 這個牌子很眼熟吧 上次用過 那他們會 舉他們喜歡那邊的那一杯 現在兩部 看起來都一樣 對不對 那你可以倒進 你的杯子裡面之後 去聞味道 然後喝口感 看看它的風味差異 然後你看你喜歡哪一杯 你就舉哪一個牌子這樣 好 喔 好喔 你為什麼喜歡右邊這一杯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較平一點 平 這個風味比較平 嗯 嗯 那這邊呢 這比較感覺有起伏 比較有起伏 嗯 所以起伏是好的起伏 對意思嗎 就是我會覺得比較有稱呼 喔 嗯 那口感上呢 這邊就比較滑順 這邊比較滑順啊 嗯 那這邊呢 就是很 這這邊算是很順口 嗯 比較順口 然後這邊 這也是順口 可是它有那種起伏感 唉唷 好 謝謝阿妹 好請退場 來兩杯齁 然後你可以聞香氣 喝口感 找出你喜歡那一杯 好 聞起來香氣它比較好的 喔 真的喔 這很明顯嗎 有一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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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選嗎 就很明顯的 這個的酸比較突出 這個酸 這個酸比較突出 對 然後這杯比較圓潤的感覺 喔 酸突出不見得是壞事嗎 對 但對我個人來講 因為我不喜歡酸 嗯 但我還是想要選它 你選它 對 好 OK 所以你跟阿妹剛好不同邊 鏡頭前的朋友都知道 哪一壺是哪一壺 我喝喝看 好 我了解啦 基本上如果 如果以味道來講的話 均衡度比較高的是 這一壺 那這一壺是 有做過WDT的 那沒有做過WDT的這個 味道會比較突出的是酸 酸質比較突出一些 但是喝起來其實也還是舒服 因為其實本來就很好喝 只是說有做了整粉之後 它可以讓咖啡粉餅 在萃取的過程當中 水是均勻的通過 就會更完整的萃取 理論上更完整的萃取 就能夠更達到 酸、甜、苦的中和 均衡的萃取就對了 這件事情其實沒有絕對的 差異跟好壞 端看個人的喜好 如果你在家裡面 有在做Expresso 有在做濃縮咖啡 你有用蒸做WDT的話 然後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那你可以選擇 GEE的這個護粉器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是它可以達到很好的萃取 好 我再假設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用的是 單品濃縮 假設我們今天用的是 淺焙的咖啡豆 這個WDT的效果就會更加明顯 因為淺焙的咖啡豆它的密度更高一點 所以在萃取的過程當中 如果水沒有辦法均勻的通過粉餅 那萃取的通道效應就會更明顯 風味落差就會更大 品質落差就會更大 我蠻推薦這個護粉器的 其實如果大家在做濃縮咖啡 或是在做義式咖啡就會知道 做義式咖啡它是非常講究細節的 應該不能這樣子說啦 其實手沖也很講究細節 只是因為濃縮咖啡它就是在高溫高壓短時間內 完成一杯濃縮咖啡的萃取 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對於咖啡粉的研磨 它的通道效應的消除 跟它的萃取的過程的每個步驟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就很多很多細節 那這些細節累積起來 就是最後的這個成品 斷看你對於這個細節的掌握的程度 如果能夠有很好的工具可以協助你 可以做到很完整的部分 或者是這個填壓 那就能夠讓你的咖啡有更好的表現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是武板 然後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 我好,謝謝… 謝謝… dollar賺…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